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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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算是我們家最後一塊地 這一塊地它是從小把我養到大的 我就是現在有能力可以好好善待它 那我就是希望說 用最不要干擾它的方式去跟蹤它 就算它沒有什麼殘量 只要還有人要吃我們家的菜 我們就會繼續種下去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種有機蔬菜 也算是一種良心的事業 來 放這邊 哇 披薩耶 招牌素食披薩 我們都是快樂農夫 YA 去山上 島嶼 我會選擇 來 天下 代表作曲 李宗盛 山下 為山下 采大尼 居然 仍然 那搭 作曲 李宗盛 時 外球 跟 柔弱的黄淑娟 五年多前 韩先生帶著兩個小孩回鄉 在父親的田地裡 不疾不徐地 按著自己的節奏耕種 自給自足 就是想要自給自足 所以我就把前面當作菜園 然後到這邊 然後後面 中間這一塊就是水稻田 那因為真的沒有能力 所以後面現在是水老表戶區 她就是黃淑娟的爸爸黃楓田 七十多歲的年紀 靠著這塊田種植稻米和瓜果 養大了三名子女 四年前她因為身體狀況欠佳 把田地交給黃淑娟打理 但是一輩子的務農習慣 終究是閒不住 田間溝渠邊的小小空間 她照樣能搭起棚架 種一些瓜 豆 石書 種紅藍豬菜 那種豬菜 那不需要時的 還做得很好吃 十多歲就開始了 二十多歲做檳榜 第一 上班 要減做室 以前就是這樣 修省 要看天空白的民主 趁一日這樣風到風 對嗎 你從外面在望花 就沒有修省了 對嗎 像龜雞 以及龜雞 那個奶雞灰都掉了 就沒有 對不對 做室人最夢 最夢 做室人就是做室人 叫什麼 雜草 叫一叫青棋 都酸酸下去 黃豐田的主廚 原來在高雄市的大華村 因為城市開發 土地被政府徵收為學校用地 這才轉而到鳥松買地定居 當時黃豬娟才國中三年級 田淡的田園景致 一直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因為其實媽媽是這邊的人 這邊叫浪波 浪波以前它的土是可以浮動的 那因為後來一直耕耘一直耕耘 然後才變成現在的那個農田 之前聽朋友就講說她 她說這邊以前其實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好像那個大武山還是什麼 所以她現在都被房子蓋住了 雖然黃淑娟在國中時期就有務農的想法 後來還考上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但是叛逆的歲月加上都市的喧嘩 讓她忘了農村的田市 入社會後她在連鎖餐飲業 還有社福等領域工作 完全跟農業夠不上邊 她之所以會回來務農 是因為孩子嚴重的皮膚過敏 騙尋西衣不果 促使她想炒飲時來著手改善 因為那時候有看到那個老師他們的課 那個他們的書 所以知道她女兒的狀況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去上課 然後去他們農莊實習 你知道嗎 我看了很多的醫生有沒有 就是每個醫生都跟你講說 小孩子近似就是點贊同計 那只有那個李老師會跟我說 你小孩子有過敏的情況 你應該是要更注意給她吃的食物這樣子 就是野生的桑葚 然後她就是每年採完之後 然後秋天的時候 她的葉子就會如果那個掉光 然後到春天的時候 她就會重新長回來 就是可以誰採誰吃 看你想要吃什麼什麼東西就可以採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覺得說自己吃乾淨的食物很重要 然後要買到用秀明農法種出來的食物更難 所以才想說那我乾脆家裡有田 那就自己夏天來種給自己吃 給小孩子吃 帶著小孩在田園裡隨意採食桑葚 這是黃淑娟堅持用自然農法耕種的成果 這期間雖然長輩不支持 雙親不看好 但既然是為了找回孩子的健康 再辛苦也要做對的事 辛苦啊 剛開始就覺得很辛苦 那種辛苦就是因為 我不希望讓大型機具進到我的田裡 所以你就必須全部要用手工去用 那家人就會覺得說 你何必這麼辛苦 那你就會有衝突 就會覺得說 就會覺得說我種這麼辛苦 就是希望給你們知道更好的事 她說她要種藥雞 她說好,沒問題 這塊給你種,給你便宜 不然你種的一定了錢 算是我們家最後一塊地 我只是想說 這一塊地 它是從小把我養到大的 那我就是現在有能力 可以好好善待它 那我就是希望說 用最不要干擾它的方式 去跟種它 就算它沒有什麼貪戀 秀明農法第一個 它是希望農家可以自己流種 因為自己流種的話 你的種子 植株會越來越強壯 那如果有極端氣候的話 就更不會受到損害 採用秀明自然農法更做多年 讓黃樹菌摸索出 順應自然生息的定律 也漸漸鑽研出一套心得 我跟其他的農家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沒有用大型機器在翻土 因為我這邊是辦體驗活動 比如說割稻 我會辦割稻活動 然後擦浪會擦浪活動 那如果說土太軟的話 因為那個機器翻過土 都會很黏黏 那我怕小朋友不敢下田 所以我都沒有翻 那知道說這種方式 原來叫做探根 就是把那個碳再種回去土壤裡面 因為我們那種大量一直翻根 其實會把土裡面的碳 一直挖出來 然後跟氧氣結合 就變成二氧化碳 透過伴講座 還有親子田間體驗 黃樹菌讓越來越多人 認同友善土地的好 辛苦了一番 終究贏得家人默默的支持 我就是希望說 用自己的心 好好耕耘這一塊地 所以我才會 你們的田才叫幸福田 現在其實就是做得很高興 因為其實來到田裡 真的會覺得心情很平靜 我叫一些主題來工廠 在教人說是好 對嗎 各人的幸福 你如果不用去做事 高雷是有的 不跟本土就是高雷 對不對 很簡單 你如果不高雷就翻炊 不可以了 對不對 這樣好 你做就是高雷 對 他是郭少雍 是黃樹菌在秀明農法上課時的同學 五年前他在橋頭中期有機磚區 成租了一甲地 靠著種植當季蔬菜為生 這一次已經有點太晚了 早一點的時候 他剛開起來 像普光陰那樣的時候 種子很多 你就隨便這樣敲一下 就會一堆種子掉下來 那像這個比較白的部分 就是他的種子 這一代的種子 那就記得他可能告訴他下一代的種子 說你生出來之後 那就是沒有肥料給你吃 你自己要努力一點 種子裡面的記憶 秀明自然農法的特點 就是自家採種育苗 在郭少雍的農場裡 每天都有等待定質的小苗 每一株都是郭少雍 用耐心培育出來的強健孩子 這個應該是第三 第四代了吧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外面買的種子 他可能到我們這塊土地 他就不習慣了 他不習慣 因為他們種子在生產的時候 他就是一定要吃很重的肥 然後要農藥防治 所以他的那個種子可以長 果實可以長得好 那樣的種子到我們田裡面來 然後又沒有肥料 然後又不耐病蟲害這樣子 所以他在這樣的田 他可能不習慣 那我們自己留種的話 就是說我在這一代種 覺得在我這塊田長得好的 就是相關它應該是可以 適應這一塊土地 然後可能也比較能夠抵抗這些病蟲害 那就把它留下來 那這樣種子的在下一代 他應該也是可以適應我們這個土地 這樣一代一代下去 我們家那裡小時候很多田嘛 那有時候甚至就是不走馬路 就稻田收割之後 我們就走稻田 然後走去學校的 說話文文儒雅的郭少雍 是不折不扣的北投孩子 高職與二專念的 都是農業相關科系 但是父親並不看好 到了大學 他乾脆轉讀戲劇系 畢業後在劇場圈 和網路行銷之間活躍 日子也過得快活 郭少雍就留在都市工作 娶妻生子 本來以為這就是他完整的人生 不料在2004年時 因為父親罹患癌症 讓他開始不顧一切 用有機的食物給父親吃 希望用相對健康的飲食 控制父親的病情 想說為什麼這樣的 西醫這樣的治療 沒有它的效果 然後才去想到就是 食療的部分 是不是說 食物會影響到你的身體 然後所以就開始 就去接觸到食物 然後食物跟食品的區別 然後 我負責跟職務說話 他不可以跟人說話 他就是郭少雍的妻子 徐廷力 兩人從學生時代 就相識相戀 夫妻倆 一個活潑大膽有衝勁 一個拘謹內斂有想法 當郭少雍決定轉農時 徐廷力就陪著 投入飄鳥計畫 和學習農業課程 多年來 一邊照顧公公 陪伴小孩 一邊務農 一直都是郭少雍的穩定支柱 他的家人 各個也是在南部 然後所以 那時候公公生病 就接下來南部照顧這樣 對所以就一直 所以從那個時候 然後到接觸農業 就一直都在南部這裡了 他就是一直陪伴 像我們對小孩也是 就是這樣 就變成要就是陪伴 對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收入部分 當然跟你有上班的時候是有差 你上班的時候 你可以有固定的收入 然後你可以事先做好分配 可是農的話 就很難預估你的收入會有多少 而且有時候就是 你可能預計你這一批 可能會有收多少 但是可能臨時來個颱風 或者是說突然有一筆 就是你需要整地的錢 或是什麼的話 所以在經濟方面就會跟以前 真的跟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就會差很多 雖然郭少庸與徐婷立兩人 很努力的想讓父親恢復健康 但在他們決心從農之際 父親已經不敵病魔的清洗 往生 不過他們並沒有因此 放棄友善耕種的志向 反而更努力的 想讓更多人有健康無毒的蔬果使用 這個菜就是我們整理的時候 待會就是要送去餐廳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菜我們可以跟他們 就是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有時候他們就是 畢竟不是我們 沒有我們種得那麼了解 這批菜的狀況這樣子 對所以有時候可能可以跟他 稍微解釋一下說 例如說因為天氣的關係 可能這批菜會比較苦一點什麼之類的 那就請他用稍微別的手法去做烹調這樣 其實務農這件事情 你不能想得太清楚 想得太清楚你就不會 就知道不應該要進來了這樣子 那現在是一腳踏進來就覺得 沒有做到一個什麼成績出來 就覺得很不甘心 這裡是鳥松獅地公園 黃淑娟每個禮拜天早上 都會帶著自家的作物前來擺攤 這是由高雄市野鳥協會 所推動的南方律動市集 目的是透過在地的友善生態小農 與民眾直接互動 推廣友善農法 我後來發現其實消費者很多人不知道 什麼叫做友善裡面 所以他們還是會覺得說 東西一定要便宜 然後可是又要好 那這樣子一定就是用了很多農藥 可是他們不知道就是用了很多農藥 跟用了很多化肥 種出來的食物 其實鳥松跟陳津湖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交學跟觀光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希望是說 有更多人來認識 那我們認識了這個鳥松 一個農友黃淑娟 他本身在做自然農法 就跟他開始談 就是希望開始來邀約一些 用自然農法操作的小農 我們會去拜訪農家 然後去幫他看看 他田裡面有什麼樣的鳥類 或者是蝴蝶昆蟲這一類的 因為很多農民他會說 他用自然農法 然後對生物友善 可是他也不知道 他田裡面有什麼生物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拜訪 幫忙先做一些基本的紀錄 然後最終的目的是 希望我們的小農民 他們可以自己認識 田裡面的生物 阿姨,你去看我包起來 好,我去拿這裡 好,你去看我包起來 好啊 好啊 好,你看 你看 田中田包菜 田中田包菜 你來找我一塊 你真的不錯 對啊 漂亮 這是我阿姨 阿姨送我們家 最早沒有用農藥 開始送的 可是就是因為他住在大樹 比較遠 所以他如果有菜的話 他會拿給我 我就幫他買 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 整天都在這邊 像他等一下還要去田裡 我們不是只有賣我們家的東西 還是會幫其他的農藥 反送 因為有的農藥比較好 如果說我知道他是用 牛山農藥 或是不用農藥 沒有農藥 我就會幫他農藥 對 對 麗香姐 麗香姐,我來了 哈囉 對啊 因為我要拿麗香給你換菜 對啊,我就喜歡來跟麗香姐換菜 因為我們就是會趁著市集的時候 順便 因為自己種的菜沒那麼多 所以就會把一個禮拜的菜 都把它盡量買起來 就是盡量會跟每個農友買 對 這椅物換入裡面都外 耶 一包爆米花換這麼多 對啊,你看我都算大了 好算耶 對啊 友善小農聚在一起 自然地就發展出互助的力量 從熟弱的換菜動作 一看就知道 張麗香是黃淑娟的好朋友 他遠從大樹來到綠洞市集擺攤 因為座物太多 一個攤位常常不夠他擺 所以他都會選擇最後面的位置 他說麗香姐 那個最後一攤給你 為什麼讓你擺最後一攤呢 因為你可以一直延伸 延伸到城城的門口都OK 所以這是他們家族 送出來的菜 然後他就負責幫我賣 然後他除了賣菜之外 他還做得很夠 這個 這麼公平 對,你都早幾點才看 兩點半 兩點半比我還早 兩點半 然後他都閒不住啊 因為他常常最近也是 腰痠背痛 我就勸他說要多休息 因為做有機的農家 真的很少 然後我希望他可以做久一點 不要一下子就磨損了 我們需要那個 我兒子也需要很多農夫種菜給他吃 東京啊 我來拿著包一包包 好啊 你包這包包嗎 好啊 好啊 活力充沛的庄丽湘跟弟弟弟弟媳 都在大树乡务农 农霞之鱼常常互相串门子 聊聊作物的成长历程 这就是庄丽湘从小就喜欢务农的原因 小时候就爱上他了 因为务农很累 我真的是很快乐 你看那些菜 什么你把它种下来 每天再成长 一天两天 你每天给它压水 你看它在成长 你就很高兴 你如果没来过来 像我们过年 过年过节 我们没有过年过节 我们过年还是一样来教压菜 因为你的菜不压会死去 草与草的富贵华 对 这样就很平坊 工费还减作很少 对啊 他说他设计说没有把他割到桌了 我说那老鼠没割的 这有老鼠带给他割 我爸爸以前在做 我妈妈就没有生的家 都会把他割 所以说他就是都种自己吃 都种自己吃 吃不完 以前不能割 自己吃不完 就像这样 我那样 庄丽湘家这片三分大的祖传农地 父母在耕种时就已经不用农药 现在招由弟弟和弟喜管里 种满了数十种的瓜果食书 庄丽湘决定拉着弟弟更进一步 投入有机农业的领域 当然牠也是生命牠也要吃 像椒也有死命 糖也有死命 牠就是要吃 但是 你定义说看要想办法 让牠吃得比较少 对啦 像叔叔头 你就不想把牠挥起来 这种有机的也是 我感觉也是 牠们种这粘子骨也不困难 你只要把你的土地骨好 骨健康 你种出来的菜就会很漂亮 就像我们生活底子 我们的身体也够好 也不怕什么病菌 牠都摇不住 这样摇就会吃 老人家留给我们 就跟爸爸说的 五花子 对不对 傻傻地做 就像我一样 你如果是比较老实的 对不对 就有牠的东西给你吃 因为牠比较吃不辣 对啊 比较小的肥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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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张丽湘来说 只要有土地 人只要傻傻地做 就有得吃 不用想经济发展低头 因为前四脚 人两脚 再辛苦地做 同样也只是有得吃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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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嗯 這是什麼 胎豆 最近可以 坐 我们农家最喜欢的是 就是交换种子 就是因为其实外面 一般的种子都会用药 所以我们就会跟 认识的友善农家 互相交换种子 因为这样种子 它也会比较 长得强壮 黄淑娟与郭少庸夫妻 从学习秀民自然农法 成为同学开始 就一直互相鼓励 从农业到生活 事事都能分享 希望彼此在辛苦的 友善农业道路上 走得更稳 不孤单 你们有要做树豆吗 树豆 我今年有遇一些鸟 有啊 欸 这是什么 你看你看它的根猶俊 有吗 你看它的根猶俊 是什么 根猶俊都比较 就是越农菲啊 就是越农菲啊 对啊 你看它的根也可以这么讲 有的时候就是 你不想种田啊 或是累的时候 就可以到 到很认识的农夫的田里面 来走一走 互相聊一聊 或者是比如说像今天 它这有树豆嘛 它本来要种 它刚好有多多苗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 拿回去交流 那我有种子种不完 拿来给她这样子 来 淑娟是我秀明 上秀明课的时候 那一期的同学这样 上课之后 有一几堂的实习课 就是到她田里面去 然后所以后来聊 就发现天啊 这个 这个小女子真厉害 她是一个 就很坚持在这条路上的 一个妈妈这样子 然后也一直很积极地去推动 就是秀明诺法这个东西 一直很很去推广说 鼓励大家就是要吃 健康的食物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她很努力 然后也很辛苦这样子 瓢虫 这应该是一般看见的瓢虫 那身上有六个店 她算 她算益虫 然后会吃鸭虫 还飞走 停在那根稻子上 当现在的学童风行 低头滑手机 黄淑娟的两个孩子 最大的兴趣却是 跟着到田间玩耍 因为长期与泽蛙 水鸟 和田野中的昆虫玩在一块 它们也玩出绝佳的观察力 幅兽罗这种 它那个幅兽罗都会爬到那个 爬到岸上面的植物去 去那个残卵 稻子也会 然后之后 之后那个 它孵化了之后 就会再爬到水里面 就会继续生长 如果你把 如果你控制那个 稻田里面的水的话 它也会吃草 反而不会吃稻子 我觉得是比较喜欢在田里面 因为如果在都市的话 都市的话 那个都市小孩都一直在补习 都没时间出来玩 在田里的话 就可以很自由地玩耍 虽然说有时候 我不见得什么都知道 可是我就会鼓励她说 你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因为我也是希望说 让孩子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我们今天要帮她分株 分株的意思就是要帮她搬家 看到这个有很多颗的 就要把它分开 然后这样子它才会长较大 所以等一下妈妈挖起来 你们把它分开 分成一株一株 然后就这边 越来越喜欢这里的环境 就比较习惯 然后也敢踩泥巴下去 你去拿那个刀子 我们来割芭蕉树 芭蕉树怎么了 那边锯 可是这个 这一个还不够饱满 可是它还是会变黄 所以还是可以吃 只是味道可能就没有那么香甜 好了 那我们来切 你看它这里有香蕉油 就是刚刚就突然走过去 然后就 然后就听到 就是这样的声音 然后就看那个香蕉树 它就要倒了 然后就赶快去扶它 然后因为它很重 所以手会有一点痛 那就赶快 就赶快喊树倒了 然后别人就来了 就来帮忙 所以要赶快求救 不然等一下被树腰倒了 反而不好 他们在大自然这个环境里面 我发现其实他们的观察力 都很敏锐 甚至都比我还厉害 那其实我们就是说 如果说用自然耕种的方式的话 其实就是说要靠我们的眼睛 跟我们的耳朵 然后去观察作物的生长变化 而不是说想到说作物生病了 我们就可能只会想到用农药 然后长不到 我们就想说要一直撕肥 这样反而会破坏那个土壤 忙碌了一整天 黄树娟和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一起动手张罗晚餐 撒盐 他们现在就是没有食物 就会自己想办法 找食物自己吃 餐桌餐的时代都是认识的农家 看 像那个鸡蛋就是丽香姐家的鸡蛋 然后那个蜗 那个蜗具就是我们刚刚拔的菜 对,拔的菜 吃饭了 谢谢 感谢上天给我们这么丰盛的食物 那我们要说什么 来,谢谢师傅 来,我们开动了 对,他们说我的招牌 它就是炸锅菜 吃的是粗食淡饭 但是心里却有满足的微笑 孩子们很少在过敏 这就是黄树娟从农 所找到的健康生活 基本上我也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食物 这些食物都是农家好不容易 自然农家好不容易 用友善的方式种出来的 然后就是希望他们都可以把它吃完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把它分配好 因为都是那个 几乎都是从我们田里来的菜 然后那个都是水煮的还蛮健康的 很幸福的感觉 可以自己手做的 等一下这一盘也要移哦 好,妹妹说好 妹妹要移完 才可以回家 对 忘记收成的烦恼 郭绍勇也是快乐的田庄人 小女儿小家 从小就被带到田里 几年下来帮忙移苗 对她来说 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事 你看 她现在第五拍满了 你看 本来她在这里 还在这里奋斗 那动作好快哦 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 觉得就是一好一喷喵 然后看她这样子 长大 然后开开心心的这样子 从小就是跟着来田里 对 然后就学了很多 就是跟着爸爸帮忙一起做事情 然后有时候会种种自己的 就是像是木瓜这种之类的 就把自己的 种的育苗的东西把它种在田里 然后长大之后 就可以采收了 阿比这个要种哪里啊 小的就 每次要来田里的话就是 不想来又不想回去 对啊 她在田里很自在 很自在 就像我割完草啊 然后她可能一堆草 她就直接地上就躺下去了 在郭绍庸的心里 时常会遗憾 父亲来不及吃到自己种的菜 但是现在她把那份爱 延续给更多支持她的顾客 也把友善大地的种子 埋在孩子的心里 也算弥补了心中的失落 其实我都觉得 只要还有人要 要吃我 我们家的菜 我们就会继续种下去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 这种有机蔬菜 也算是一种 良心的事业 真的教育很重要 你从小一直 父母是这样的 跟他讲这样生态环保的概念 对小朋友来讲的话 他有吸收进去了 然后他可能在他的行为上 然后他去影响他的同学 或是什么 我们一个人影响了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再去影响他的同学 这样下去就倍速下去了 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一股力量 有用农药的话 会比较不环保 而且对植物来说会不好 对 然后对土地来说 也会破坏的很多东西 像是有些昆虫 可能还是有好处的虫 然后也被杀死 或者吃到那个药 就会对他们也不好这样 我以后也想要当农夫 去帮助更多人 能够吃到这些有机蔬菜 这里是凤山黄浦新村眷社 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以住带户计划下 鼓励以实际入住的行动力 延续台湾眷村聚落的居住形式 黄淑娟也申请了这项计划 经过一个多月的修缮 使这栋75年历史的老房子 重新发挥使人安居的价值 现在这个地方来挖一个生态池 来种一些水生植物 应该是适合的 真的吗 我一直很想种莲莲 种莲莲 种莲花 莲花可以 鼓励你这一排最好是种 那个喜欢水的岸田植物 像那个其实有一些 椰浆花 椰浆花或者是什么锅长沙 什么什么 假白水 假白水或者什么 可以吃的 芋头一口 对 芋头也是很大 今天黄淑娟的新家特别热闹 因为她开放自己的家 成为推广自然农法的基地 要把庭园打造成家庭菜园 邀请讲师来上课 让有心投入友善耕作的朋友 都可以前来交流 现在都市人好像都觉得说 种菜很难 然后可能就是一定要到乡下才能种菜 那无形中她跟大自然的距离 就是会离很远 所以就跟凤山社区大学这边 就是我们就一起申请这个计划 就是把这边除了自己可以住之外 然后也把它当成一个 秀明农法的推广基地 跟她合作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把它的心服田 本来是一块田地而已 我们把它建构成了一个生态教育基地 所以就跟现在的状况 黄埔的状况有点一样 我们把它的田 透过了二手资源的木棋 还有志工架棋 把它做了生态教室 做了生态池 我觉得那是一个蛮丰富 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我们就可以用 从这个老航子拆下来的那些材料就可以用 这个都是很好的木头 用了几十年都没有坏 因为淑娟她是从事自然农法 跟自然种植的教育 我想她也比较希望说在她自己的家里 用来实践她的这种想法跟理想 搬来这理想中的基地之后 黄淑娟的孩子乐得充分使用空间 许多角落都有兄弟俩的小巧思 画那些是因为我要让别人知道 要吃健康的蔬菜身体自然就会健康 因为那里可以钢琴可以弹比较大声 然后马路也比较宽 然后我们家狗狗也可以尽情地跑来跑去 然后兔兔以后可以放在后院 也是一样也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好同学 大家早 早安 您好 我们隔一个礼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之前种的蔬菜 长得怎么样了 有人要先跟我介绍一下吗 换下雨鞋工作服 黄淑娟还有许多身份 她是食农教育推广者 社区大学讲师 而今天她是专业与亲切度相当的 圆艺治疗师 高桑高桑她这边就是有提供一个讲师 就是带孩子在做圆艺方面的事 让他们认识植物怎么来的 然后植物种出来之后呢 他们可以做怎样的料理 然后就是希望说可以让他们的情绪啊 可以获得一些舒缓 孩子他其实就是会有情绪比较暴动的状况 我们会带着孩子帮植物祈祷啊 然后跟他说话 然后透过这个过程 我发现有的情绪暴躁的孩子 他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啊 就整个性情就有改善 近年来物农成为一股风潮 黄淑娟乐见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农物 但他也以自身经验分享 千万不要让热情因为经济窘境浇灭了 物农真的是很难维持生活 所以其实物农有很多方式呢 有专业生产的嘛 那你就是专业农家 那你也可以办农办的 可是物农其实是要自给自主 对啊 所以我有在外面做那个推广教育的工作嘛 然后也有在做原理治疗的工作 你看 这就是我们顶盖没有 苏花料和苏果料的结果位置 今天在家里的就是如何套餐 秋药中耕种的田在黄树娟家的格林 被黄树娟影响 他用自然农法种植苏果好几年 但收成一直不好 他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 准备产瓶重练 幸好在黄树娟与凤山社区大学的协力下 成功招募到三十位股东 让这片联务园躲过一劫 我们爸爸也说到近年没有 如果没有修行的时候没有 他就要用拐杖枸材 泥土就是大地的东西 我们每天采在土上 那种亲切的感觉 都要灰掉的时候 就像我们附近很多农田 都已经开始工厂化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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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对我们农民来说是一大的损失 你看这一串 有五颗连入 五颗哦 最多可以六颗 因为我们这边鸟松地区 它比较已经算是靠近都市了 所以其实也面临到农地 越来越少的问题 就是都变成工厂 要不然就是回收场 要不然就是等着变建地 可是后来我慢慢去认识这些附近的青龙 我发现其实友善跟种的农家真的很多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鸟松这一块 变成我们高龙市的透花园的话 让那个高龙市的那个亲子 他可能就不用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去美容较远的地方 他就可以就近带着孩子来这边 这其实也是我跟邱大哥想要在这个地方做的 从农几年下来 黄淑娟认识不少像邱耀忠这样的回农年轻人 每次看到他们彷徨无助时 总会想办法去协助他们 在他的观念里 分享和交流可以迸出许多创意火花 今天要来野餐吗 对啊 太好了 带了很多吃了 过来 谢谢 不可惜 来放这边 今天刚好我们有一个农家聚会 有几个朋友很支持我们农家 他们会定期来找我们农家 那今天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就是大师的立香姐 我们都说他是前辈 他已经做友基友善跟农食几年了 我还是会希望他们就是要多出来交流 就是 有时候可能 大家一起互相交流的话 就是在那个农食方面 你可能有的人的技术可能不一样吧 那你多多交流 你可能就会吸收一些别人的经验 那可能就会对你的产量 就会有帮助啊 所以我们也常常办一些交流会 这是红豆咖啡咖啡咖啡 还有那个 希望就是让这些自然农夫都有所依规 他试着结合支持在地友善食材的餐厅老板 把吃健康蔬食就是友善大地 这样的概念慢慢扎根 在鸟松这片土地上 一起做快乐的农夫 因为冠型农法因为它肥料加重 所以它坦白讲它的味道是非常平淡的 它不会有很明确的 比如说甜椒不会有 因为它只有甜 然后它不会有椒类的香味 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开餐厅嘛 那对于餐厅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对食材有更多的认识 所以透过这个认识的话 我们就先开始逛市集 从高雄有像微风有几市集 或者说消防安心市集 这一开始 那在跟农夫的接触当中 我们足够去筛选 就说可能这个农夫 它对土地的理念是什么 那从中我们就认识了 我们很喜欢的一个食材的供应商 也是很棒的农夫 就是我少用柏大哥 我餐厅的话 主要就是没有用淡奶的纯素的餐厅 那主要就是想要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吃素就地球 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概念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本书 然后它有说到 其实化肥跟农药 就是化石燃料做出来的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 因为环保而吃素 那我认为 那因为环保而吃素 更应该吃干净的蔬食 所以就想要用这些 就是友善大地的食材这样子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友善大地很困难 可是其实不会 我们从吃 从吃就可以友善大地了 我们都是快乐的农夫 耶 耶 耶 中文字幕——YK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